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四 我们的阅读单元 那在今天的阅读单元是蓝轩选书 那我们为您选的书 是由魏城出版社所出版的一本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 特别特别值得来推荐 这本书的话 它讲述的是有关于目前 大家非常熟悉的 已经进入到第五个月的俄乌战争 那这个俄乌战争当中的乌克兰 再次的成为战场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哇这乌克兰对我们来说 相对来说比较遥远 那你知道它现在看起来 断圆残壁被战火游离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在不到一百年间 它事实上在苏联以西 欧洲以东这一块地方 其实曾经发生过 包括乌克兰在内 包括白俄罗斯波兰等等地方 一块的雪色大地 那块大地当中 不管是苏联的扩张 不管是纳粹的西青 东青等等 都造就了那一块土地上面 死伤无数 所以在一本书 这本书就说 《雪色大地》里面 它讲述了 这块大地上面 大概有一千四百多万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死亡 这个白骨堆积 然后呢 城市弟弟 然后呢 事实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无人知晓 无人文问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可能很熟悉 这个苏联的什么集中营 对我们来说 很可能会很熟悉 纳粹的大屠杀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的 看了这本书 这位历史学家的书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 很可能都只是真相的 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看起来 我们现在如果说 开始熟悉什么乌克兰的基辅啦 什么什么哈尔科夫啦 这些城市 你会发现这些城市 在历史的这本书里面 打开来看 哇血迹斑斑 好 虽然这本书并不是一件 看起来愉快的书 但是它是一个 我们人类曾经经历过 希望知道它 而不希望再重复的 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好 所以因为这本书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邀请到了 魏晨出版的 漂亮的作家 总编辑在我们的现场 来 他是张慧卿 慧卿早 早 来先早 好 所以呢 我刚才问了慧卿 说你为什么会 会想要出这本书 因为其实慧卿出的书 你选的书 都不是很容易读 原来念是学历史的 不是念历史的 对 那我觉得是 魏晨的 这个出版社定位 每个出版社 有自己的定位 那我们比较偏向 人文社科一点 不过人文社科 也有 比如人类学 社会人类学 比如说那种英国人 这个人书也很好看 就是他也有比较轻松的 比如像田野调查 菊花语剑 也有些比较有意思 对对对对 或者非洲的 什么什么部落的 什么群像 对 我也会努力 开始出一些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讲的这种 大布头 然后有点印理子 然后讯息很多的书 也有他的乐趣 不好 但是这个邪色大帝 我们不能讲乐趣 因为里面的故事 确实是比较悲惨 但是你借着阅读这本书 你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当时的那些大国战略 但是当然有些战略是非常愚蠢的 付出了非常多人的生命 那那个背后的这个力量 或者是大家的思想是怎么样的 这些我觉得我们 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之中 还是会有很多深思跟收获这样子 所以也还是会去读这本书 然后也会觉得需要 真的 我觉得像我 我就说 我其实对于纳粹的书 或者说 我其实读还蛮多的 我就读蛮多的 然后我看了电影也蛮多的 就是我一直很难去理解 为什么人类会如此的去屠杀 另外一群人 只认为你觉得他不配成为人类 这就是在希特勒的眼中 这个叫次等人 他觉得犹太人是寄生虫 是次等人 他不配成为人类 那这个亚利安民族 是这个最伟大的民族 所以他想要去统治这个欧洲 这已经够荒谬了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去看到 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因素 这个可能在你可预见不可预见 然后你可能恐惧 你可能愚昧 因此而交织底下 造成这样子的一个 这是怎么造成的 对对对 所以人类可以这么的残暴 无知愚蠢 然后就是犯下这个罪行 到底是为什么 对对对 但是你会发现 哇这本书看起来之后 你发现说 我们知道真的只是 一部分 小部分 经常被拍成电影的部分 对对对 而且事实上 像现在大家很多人去德国 你会想说去德国的 那这个集中营看一看 你也想很多人也想要知道说 我们希望记取历史的教训 不希望从重道覆策 但是你才会知道说 从这边都会发现 对对对 就是说大部分呢 被屠杀的集中营 其实死的人都算少的 在东欧 所以很多幸存者 也都是从集中营里面出来的 所以你知道故事会比较多是在德国 但事实上很多的集中营 当他在我们刚讲到这块血色大地上的时候 他无声的消失了 那时候总共死了 你就是刚讲那段时间 总共死了1400万人 就很惊人的数字 我觉得那个你刚刚讲的这个情况 确实也是史奈德在书里面一直讲的 就是我觉得用古龙小说常讲一句话 就是死人是不会说话 这句话来讲 就是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所以我们现在之前应该说 先前知道比较多故事的 往往是有活人留下来 把故事说出来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安妮日记 她也是一个犹太小女孩 在死于集中营 但是她爸爸活下来了 就把她的日剧拿去出版 那或者是另外一位 亲生在集中营里活过的作家 这个普利摩里维 写了灭顶与生还 她就是从集中营里生还了 所以她还有办法写书 来告诉大家外面的故事 可是确实在这个血色大地中呢 有些集中营里面 集中营还算是有记录的 那有些人就是在这个村庄里面 就是被大量的屠杀 这个可能就没有留下记录 所以这个故事就要等到像 史奈德这样的历史学家 他想办法来替死人说话 知道他为什么能够替死人说话呢 那就是他在 他是一位耶鲁的历史学家 对他是个美国人 对但是呢 他的时代就刚好经历了 就是说1989年 柏林卫堂倒塌后 东欧的档案陆续的解密这样子 那他自己精通就是十种语言 东欧的语言 所以他就去阅读了 就是各地方各个档案馆 留下的档案 而且一直都是研究东欧的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说他也住过什么白俄罗斯 他也住过乌克兰 他都都过这些地方 是是是 他写了很多本跟东欧有关的书 这样 那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是因为 因为1989年之后的 这个新的世界的改变 就是东欧国家 把档案开放出来 东欧国家把改变 然后把这个档案开放出来 才有办法有现在的这样子的研究 那这个档案之中呢 其实当年也保留了非常多 幸存者或者其实是后来有的 大部分后来也死了的人 留下的只字片语 有的是他们的日记 或他们留下的只字片语 也在许多档案中 所以他也在这个书里面去使用了 这些资料去让我们看到说 他们的遭遇是怎么样子 嗯嗯 所以刚会经讲到说 一个是东欧开始解密的档案 他们的国家本身其实他们也都要经过 从苏联解体之后 他们都死于战争 但他们因为有每天写日记 所以呢日记是一个 但我在看这本书 那个作者的序 他还说到很多纸条 我觉得好神奇 我也蛮神奇的 就是说那些绝望的人们 那些不晓得自己要被载到哪里去的人 他会从卡车上火车上丢出纸条来 我在想那个心情你知道吗 就是他到底觉得谁会捡到纸条 他会在纸条上面写着说 比方说我上了车 我不晓得被载往哪里 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看到再见到你 有些人就说那如果你捡到这个纸条 请你帮我拿给谁谁谁 对对 但是在那个战乱的时代 我觉得写下纸条那种感觉好卑微 有些是写在墙壁上 他说很多是在墙上 那墙上很可能 因为那个时候好多人就是被 就是塞塞塞塞到某个地下室 然后就是叮叮叮叮 就突然间整室的人就是抢扫射嘛 墙上有些是留下了一些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然后所以我们刚讲到艾妮的日记也好 沙拉塔的日记也好 这本书里面的作者 他也用了一个小女孩的日记 他就说这个是他看到最简单 但是又最伤心的日记 我念一下这个日记 他这个是一个在列宁格勒 我们待会会请会计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那块雪色大地 到底在几十年间经历了什么 怎么会死掉一千四百多万人 所以列宁格勒只是其中一次这个战役而已 因为列宁格勒的十一岁的女孩 他还叫做塔尼亚沙维器 沙维器娃 他写什么呢 他写几行 真妮娃死于1941年12月28日凌晨12点30分 奶奶死于1942年1月25日下午3点 莱卡死于1942年3月5号早上5点 瓦西亚叔叔死于1942年4月13日凌晨2点 莱夏叔叔死于1942年5月4号下午4点 妈妈死于1942年5月13日早上7点半 我家的人都死了 大家死都死了 只剩下我塔尼亚 那最后塔尼亚也没有活下来 哎 怎么会有这种日记 很悲惨 对啊 很悲惨 就一天写一行 一天写一行 而是有的时候一天还写两行之类的 好 所以对于这个作者来说 真的很不简单 我觉得说他以前 像我以前看到非常多的书 包括什么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啊 什么周祈表 周祈表非常好看 还是一本小书 他是由一个幸存下来的科学家 用周祈表的方式 这些稀有元素去写 他在集中林呆的故事等等等 但是那是幸存者出来写这些小说 或者写故事 但是这个历史学家的方式 他显然的从这些 他得到的各方面收集来的 史料也好 笔记也好 日记也好 纸条也好 他呈现出一些当时的面貌 他甚至有很多像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些对话 他后来好像有去访谈一些人对不对 是对 因为他的语言优势很强 然后而且他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段这个大地上 就是除了就是说这些幸存者留下来的资料 其实我也真的非常好奇他们在党案里面是被怎么样子保存的 以后我应该想办法去问问看研究东西的朋友这样 那那那是就是说保存下来不表示他们一开始就会被讲出来 因为在这个地方又经过政权的更迭 那所以比如说还在苏联控制下的时候 这个有些故事是苏联不愿意讲的 比如苏联他也想要呈现是最最受苦的民族就是俄罗斯 然后对对 然后所以他当然不会去讲 就是说波兰你们有多少人是被俄罗斯人杀了 他也不会讲这个犹太人 所以有非常多的故事是被掩盖跟隐瞒这样子 那一直到就是说等于是这个苏联解体 那各地才开始去整理自己的历史 那刚才有讲到说雪色大地上死了1400万人 这个当中有大概有一半是饿死的 那饿死的其实就是说应该我们很简单的讲 就是很简单的整理一下 就是说其实是在当时不论是苏联或是德国 都有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 就觉得生存就是要斗争 我就是要对外去扩大我的生存空间 那这个最明显就是纳粹他们认为 犹太人把犹太人消灭 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但是他们的这个想法 其实我们现在聊这个最终解决方案 其实是有过多版的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中有一种是一个版本 在他书里面有写 是把犹太人全部放到马达加斯加州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太匪夷所思了 他当然做不到 那后来他就想要把犹太人放在 马达加斯加州还是画动画好了 当这个动物天堂就好 你这样置胡蒙于何地 那后来他们想把他放到俄罗斯 那所以才去打俄罗斯 但是所以这个非常匪夷所思的这些思想里面 从来都没有考虑到说把人怎么运过去啦 然后这个移民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些 那俄罗斯同样的他们也觉得他们也要对外扩张 去把他的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推广到全世界 所以在这两种的意识形态之间 但是共同的他们都认为他要扩张他的生存空间 那所以在两者之间被夹击的东欧 就成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血色大地 大量的人被饿死 然后或是刻意的被饿死 有时候是刻意的被饿死 为了控除这个地方 给到俄罗斯或是德意志民族的发展空间 对被饿死被毒气给毒死 然后被枪杀像形形式的枪杀 推进坑里面而死 好所以这边讲到就是在苏联跟那时候的纳粹德国 中间的这一块地方 就是这本书所写到的血色大地 所以一边是阶级斗争 一边是种族斗争 好所以这个待会我们就要休闲会的 请会见来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像波浪一样 这波浪是红色的波浪 扫过来扫过去扫过来扫过去 一波又一波 那OK所以这些惨遭 这个蹂躏的民族 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跟波兰是最主要的一个 目前我们看到的国家吧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魏城的总编辑张慧金来谈 这本由他们所出版的血色大地 那这本血色大地说夹在希特勒与史达林之间的东欧 描述到的大概是我们要把时间回推到二战前后 等于一二战期间 然后的话呢包括到二战 所以大概就从1933年31年33年左右 对 那一直到差不多1940年二战结束 所以如果说在二战之前的话 那事实上呢就变成史达林先于希特勒与史达林先动手了 这位例子学家他其实也 我觉得蛮有 他的这个分析我觉得蛮有意思蛮重要的一点 他也在于说除了他告诉我们说 假如在他们中间的这块血色大地当中的人民 多么的悲惨之外 他也讲了这两个政权当中的相互前移 对对对对 某个程度呢 这个史达林就列宁跟史达林的崛起 他造就了一个呢 这个纳粹的希特勒趁虚而起的机会 然后呢这个希特勒政居而起之后呢 大家很开始发现 因为他属于右翼 实在是属于左翼 所以有些人就会同情左翼 对对对对对 没错那同情左翼 就给了他这个这个史达林一个壮大的机会 所以就变成有点 他们的政权也有点迟起 比如两边相互牵引 所以呢 双方对双方的贵人嘛 是这个意思吗 很讽刺对不对 是很讽刺 没错没错 因为老实说就是列宁当年回去革命 也是德国人把他送回去的 没错没错 搞革命 结果他革命真的成功了 革命成功之后 就是他就先把 首先那时候本来还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后列宁就立刻跟德国停战 所以本来 德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 但是他在东边其实是胜利的 因为苏俄跟德国之间停战 而且是把那个界限划在呢 其实是把乌克兰划给了德国的 所以其实德国曾经短暂的统治了乌克兰 那当然后来一战战败之后 史达林他们打的主意就是说 我趁这个机会我就开始可以往西阔了 那所以1933年 这个邪色大帝他的起点 他把它看作是1933年 就这个时候列宁已经过世 那史达林的统治是比 对比较 他的手腕是比列宁来的这个狠的 那就列宁还给了他底下很多 像乌克兰这些国家 这些民族一些自掘 自治的权利 但是史达林就是要推行 他的这个农业集体化政策 所以乌克兰是一个粮仓 所以他要把所有的农产厂都集体化 所以他在乌克兰就推动 这个农业集体化的政策 这个时候就大概就饿死了300万人 那这个当然有多这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就是1929年经济大萧桥 然后1933年那个时候 其实是个全世界都有一个粮荒 那但是因为乌克兰本身是产农产品 我们现在都知道乌克兰是世界粮草 对因为现在也正爆发这个粮食危机 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对本来乌克兰自己不应该是会饥荒的 但是因为 它是一个物产风饶的国家 竟然它的人民被饿死 因为它的粮都被那时候的苏联给抢走了 对对那当然这个 这当中因为史达林他绝对不愿意承认 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他抢走了这个粮食之后 他还要给他戴帽子 就说如果现在还有粮食不够 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富农在搞鬼等等 搞阶级 所以就把不但抢走他们的食物 而且就斗争死了非常多的 饿死了非常多的乌克兰人 大概有300万人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真的觉得这叫怀弊其罪耶 你不觉得吗 就乌克兰这个国家 它因为物产丰饶 我们代表讲 就不只是苏联把它当作粮仓 想要抢它的粮 纳粹也把他当作粮仓 要抢它的粮 它就因为自己有那么多的食物 然后经常就被饿死 对很非常荒谬性 所以他们会后来的民族主义会这么的强盛 是这样的原因这样 那这个时期其实更正好也是纳粹 1933年也是希特上台的时候 在德国上台 所以苏联这边正在饿死人 然后希特勒正在崛起 可是刚才虽然我们说一个极左一个极右 可是两者有一段时间就是联手这样子 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各自巩固势力 而且还达成一个互不侵犯条约 然后到了1939年左右开始 他们甚至共同去占领波兰 但你昨天辣掉了 就德国纳粹希特勒那段时间 他其实在集中营那段时间 他是不是也 其实初期刚崛起的纳粹呢 虽然有歧视犹太人 但是他们还没有进行非常多的屠杀 这后期 因为这时候 一开始就做苦工 对其实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不是大宗 最终大宗还是在东欧 就他还没扩中到东欧之前呢 他还没有办法真正去屠杀他们 所以其实是在1939年他开始往东扩张占领波兰的一部分 然后这时候他跟苏联是谈好了 然后就是两大魔头谈好条件呢 瓜分的波兰 瓜分的波兰 瓜分波兰之后呢 就各自在自己占据的那块波兰呢 也是进行了一些屠杀 大屠杀 然后苏联杀苏联境内的波兰人 然后德国杀德国境内的波兰人 对那苏联杀的就是很有名的 就是卡廷森林的那些波兰军官 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有这个想要殖民波兰的想法 所以对于波兰的精英阶层 医生这个军人 或者领导阶层的人 科学家学者经理学家 对大量的屠杀他们 那其实波兰本来是一个这个教育或者文化都非常鼎盛的 也是启蒙时代的一个重镇 那就在这个时候就被这两个国家 就是屠杀了不少的精英 之后是到1939年 41年这两国反目成仇了 就是这时候希特勒决定 他还是要再往东达去取得更大的土地 那这个目标就是俄罗斯 那我们刚讲说 因为他有很多版本的这个最终解决方案 要怎么样处理犹太人 其中一版是马达加斯达 那这个已经做不到了 就是因为海上的通路是英国掌控的 那他就觉得说就把犹太人赶到俄罗斯去好了 那所以他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开始去攻打俄罗斯 因为他在心目中他就是要 存有那么大的生存空间 然后把犹太人全部赶过去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往东的这个战争后来没有那么顺利 就是在斯大林格勒这些地方被挡下来了 没有办法一直进军过去 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屠杀犹太人 等于是本来觉得可以把他们赶过去 发现赶不过去之后就就地屠杀他们 其实是在他的战争开始失利的时候 同时也是作为就是说底下的军官 战争没打赢 但是他为求表现说跟首领说 跟领袖说我做到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用屠杀内部的这些犹太人来作为邀功 这样子 所以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一个是从苏联那个时候开始进行的阶级斗争 以富农就有钱的农人为他最主要的目标 然后的话进行有计划的等于是大饥荒 饿死了他们 那接下来就是苏联跟德国共同去瓜分了波兰 然后在波兰当中种族清洗了 就在那个时间点上波兰人成为最惨的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 那再来刚才这个会议讲到就是纳粹往东推了 往东推他本来是想到说 他要把德国所占领的领土当中的犹太人 通通赶走就是了 赶到哪里去呢最好赶到西伯利亚 但是问题是他打不到西伯利亚 他安置不了这些人 又送不到马达加斯加 因为那时候讲到英国目前还是海上霸权 所以他根本控制了所有的航运 所以他们是讨论到这么精细 所以代表意思说如果航运没有被控制的话 他是真的要把德国太人送到马达加斯加 那时候马达加斯加是一个法蜀的属地 而且那个时候纳粹已经占领了法国 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他有这个机会 但是因为海上霸权被英国垄断 所以他真的是去不了 所以只好去攻苏联 因为没有想象中的闪电站 说是12个礼拜三个月 所以要把他给拿下 就发现受挫了 一开始实际上是势如破竹的 后来就受到阻碍了 所以之后就像刚会讲就就地屠杀 所以很多的惨案很多的犹太人500万 如果当初如果当初希特勒不去拓张化的领土 他们境内的犹太人其实没那么多 但是当他一步一步的又占领了波兰 又占领了乌克兰又占领了白俄罗斯的时候 他境内的犹太人越来越多 包括什么奥地利亚什么地方 所以他反而变成说他占了越多 越要处理掉的犹太人就越多 那眼影差必须要是杀光的犹太人也就越多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这个血泪史真的是一字一句都非常非常的沉重 马上回来 好回到冷静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魏城出版的总编辑张慧金 来谈这本的雪色大地 讲到在史达林跟希特勒之间的这块东欧的地点 那这个时间讲到的雪色大地当中 事实上是有三个阶段了 一个阶段的话呢 1933年到1938年 这个大渡沙清一色的几乎都是苏联所做的 是在史达林那个时候 所以对史达林来说的话呢 他就是要进行达尔文士的再进化 他觉得就是还有办法 就把所有的农田收归国有 然后由他去分配粮食 然后呢进行工业化的大发展 然后呢让所有的人都说是叫做可以平等了 那所以呢 虽然以工农兵为基础 但是在史达林那一波当中农民成为最主要的 尤其是有钱的农民 富农 他所谓的富农啦 事实上你从这个历史的文件当中 你可以看到只要他敌人都叫做富农啦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最可恶的地方 他就把他所有的政敌 就是冠上一个标签 戴上一个帽子 然后就进行大清洗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杀掉了300多万人 然后第二阶段的话呢 就是德苏联手 然后呢一个就是瓜分了波兰 所以波兰那个是第二波 那死亡难数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接下来就1941年到1945年第三阶段 那就是纳粹德国 所以呢就是第一是苏联 第三是德国 中间是两边一起干 那我觉得中间那部分刚才 这个会计很快的带过去 我觉得有些可以稍微补充的 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去瓜分波兰 因为对于苏联来说 他当然要成为一个大帝国 他就是往西阔嘛 那当然难免就会碰到什么乌克兰 白俄罗斯波兰啊 那这个德国到他也是要成为一个路上帝国 他就往东阔嘛 那所以他也难免的就会碰到 白俄罗斯乌克兰跟波兰 但重点在于说波兰 我后来特别去看一下他们的史料 就是说他其实是在1000多年前 就是你刚刚他就他本来就是一个 在欧洲那个大陆上面的一个帝国 他叫做波兰立陶宛帝国 波兰立陶宛 对对对对 在那个时候基本上他们其实蛮大的一个国家 是 就在那个时候包括什么 波兰式啦 奥匈啦 奥内帝国 所以他曾经风光过两三百年 所以一直到16 17世纪 其实都还是很 很在那块土地上面 事实上他的国力非常的兴盛 后来才分裂 所以那个时候呢 很兴盛的波兰里面 就有很多你刚刚讲的文艺复兴时期 启蒙时期 他的知识分子呢非常的多 所以呢对于苏联 科学的发展也非常发达 对对于苏联对于德国来说 尤其苏联 他们似乎很担心统治下的知识分子 会有某个程度的反扑 所以刚刚讲到卡廷森林 其实如果说有稍微的去 试的了解 或者对那一段历史感到兴趣 会知道卡廷森林那个惨案 就是一大堆的波兰的军官 科学家知识分子就被栽到那森林里面去 然后呢进去之后就不再出来 然后里面后来被发现有数百个坑 坑里面都是一个又叠着一个的尸体 你说为什么这次俄乌战争当中 波兰那么的紧张 对因为他们 他们曾经被苏联统治过 他们知道那样的一个 他们的自己的父兄辈 或是祖父辈 大概就有很多人是死于卡廷森林里面 对就是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就是苏联想要把他们的精英 精英阶层除掉的 对大清洗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苏联就担心两个嘛 东边就担心日本 因为他们先前在这个热战争中曾经输入 对他里面也讲到很多他们担心日本 对他真的好怕日本 他担心日、德、波联手 对对所以在那个德国纳粹刚崛起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试着去跟纳粹达成这个协议 两个人双边互不侵犯 那等到纳粹要开始往东扩的时候 那他们就他们就想说那我往西扩 我就跟他们划定一条界线就等于是把波兰给瓜分了这样子 但是就是说对于 事实上在波兰瓜分之前 在那个时候史达林进行那个什么大饥荒计划 去杀富农的时候 他一方面讲到说 他清洗人家总是要一个理由 他就说乌克兰农民反抗这是一个理由 第二个他说乌克兰里面都是波兰间谍 我也觉得非常匪夷所思 然后呢所以只要是波兰籍的都被他说成是间谍 没错那是因为实际上就是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 就是1918年这个俄德已经停战了 然后那时候德国但是德国战败了 一战战败了 所以俄罗斯曾经想要往西扩 可是这个时候就是你说的这个波兰人已经起来反抗了 所以说他那时候波兰他们刚独立建国 但是他们的军队呢竟然把红军给挡下来了 而且那个时候史达林是那个军队的政委 等于史白林被波兰人打败了这样子 所以他们对波兰就是很防 那当然波兰那个时候的波兰呢 也没有再有能力再往东扩 所以他们就是守着自己的国界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因为在这个战争的期间 那个时候就有在乌克兰就有一些波兰的间谍在活动 叫做波兰军事组织 可是这个组织在192021年的时候已经结束了 就是后来他们已经停战了嘛 但是这个苏俄就是一直抓着这个 就是说乌克兰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波兰间谍 所以当这个农业集体化推行的不顺利的时候 或是缺粮的时候 他们就就是等于是个带罪的羔羊 就是一个黑影这样子 就是说一切都是这个波兰间谍造成的 在我们内部做了这个第五纵队然后颠覆了我们 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那个 普丁啊这次出兵的时候不是很大的一个理由 说在乌冬这个地方有亚树营 亚树营这件事带着当初纳粹的余孽 在那边继续的什么什么作乱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就是就很会扣帽子 然后先扣上一个帽子 先戴上一个标签 然后去遂行你本身的一个可能 未必那么合理合法的政治图谋 所以在还在乌克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 那等到他们进入了开始统治波兰的时候 就更加认为这里面有非常多颠覆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波兰 刚才除了他原来有自己的历史跟文化 他们也有蛮多的这个信徒 但是共产党是无神论 所以他们双方确实在意识形态上面 所以波兰比较多的是天主教对不对 那乌克兰比较多的是东正教 所以在里面也都有讲到一些宗教当中 所造成的一些屠杀的理由 那其实里面有一个 其实是非常惨也很荒谬的情况 就是乌克兰的一个当时负责的一个秘书长一样的人物 就是说他为了要说他的 为什么他的这个农业集体会上是没有那么成功 他就推到这个波兰间谍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个波兰间谍组织非常厉害 然后他这样讲这个话以后 就被他上面的人抓住这个把柄 然后说如果这个组织这么厉害 你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兵报 然后就把这个人就被政治斗争掉了 然后之后他们从中央派去那个地方的 所有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些政委 全部要面对这个子虚乌有的问题 因为上面已经认定 就是一个波兰间谍组织在这边 就是他们根本没有 但是却被他说成有 对那接下来的两三个政委都必须交出这个抓到间谍的这个证据跟成绩 拿不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是会被被斗争掉 所以等于是跟一个不存在的影子作战 是是是对 所以这个是这个斗争结束不了 对所以这个荒谬 他中间有特别提到刚才慧晶讲到的 就是说事实上在苏联帮史达林去执行这些任务的 很多事实上都是少数族裔 都不是认真的苏俄人 都不是俄罗斯人 但他们事实上呢 为了要讨好上面巩固自己的基础 所以他们就去痛杀自己的同胞 到最后他们这些军官一个一个都被干掉 都是这样子 所以到最后还是俄罗斯人掌权 对没错没错 很可怕的体系 好我们修学再回来 刚慧晶也特别讲到一个在里面确实是 也还看了以后你会蛮有感觉的 就是有些是一个家庭 他就在这个血色大地上 一个家庭一个家族 他的家里面分别被两边的人各自杀掉 也是一个家族的 放在大历史当中的一个悲剧 我们修学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这个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魏城出版的张慧晶 总编辑来谈这本血色大地 以前我对东欧就是比较神秘被笼罩在铁幕当中的地方 本来就一直很感兴趣 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 真的你如果有机会再踏上那块土地 或者接下来你再看最近的一些新闻 因为这些新闻都围绕在乌克兰白俄罗斯 波兰这些身上 但你会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你会知道呢 政治跟权力的荒谬性 我觉得同样的如果说在这块血色大地上面 有过共同这些血泪斑斑的 被欺凌 被蹂躏 被屠杀的过去 但是你看现在白俄罗斯还是跟俄罗斯结盟喔 对不对 然后波兰是跟西方结盟 那乌克兰本来是在中间 那现在等于是有点想要由东转西 由右转左 所以呢才会碰到现在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权力 在这个当中跟人性当中的拔河 至少在这段历史上当中啦 这个权力是完全胜利的一方 所以你刚刚讲很多家族的血泪史 就这个样子 像刚刚讲说比如说在波兰 因为被瓜分的期间 两边都是敌人 但是那时候有很多很优秀的波兰人 比如说有一对姐妹 就是杨尼娜多伯姐妹 你想想看19230年代 她就接受飞行员的训练 所以是一位女性的飞行员 而且她是第一个从 就是第一个从地面 至少五公里的高空上 跳伞下来的欧洲女性 所以是一个擅长驾驶 滑翔翼一根跳伞的女性 那她是波兰空军后备部队的一员 她是一位少尉 但是她是在1939年的时候 被苏联俘虏 最后当然就是被杀死了 跟其他的空军同袍 跟她的空军同袍一起 在卡廷森林里面被枪毙 那她的妹妹却不一样是在德国占领区里面 加入了一个反抗的组织 然后在1940年的时候被逮捕 两个人死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姐妹两个人 其实都是女中豪杰 但是就是被两个不同的国家处死 对所以波兰的情况 确实在那时候是非常的惊人 就是说那另外其实还有波兰三国 在当时也是就是说 一下子是苏联统治 一下子是德国统治 对啊所以我会知道 像波兰里面一大堆俄罗斯人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乌东想要独立 他觉得他自己是俄罗斯人 就因为他们曾经被俄罗斯占领过 对不对 但是他虽然也曾经被屠杀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真的很纠结 对对对那我们讲一个 另外讲一个华沙发生在波兰的例子好了 就是说因为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像波兰这样的国家 他很想要拿回他的主导性 但是他一直这样子 一下子被这边统治了 所以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非常想要独立建国 当然会想要独立建国 可是问题是这个时候 英美跟俄罗斯同盟 对所以英美会比较倾向俄罗斯一点 可是他们也看到就是 德军好像快要战败了 纵容苏联就是 就是等于是英美从这个诺曼蒂登陆 他们寄望这个俄罗斯 可以从东边去夹击德国 所以他也当然这个时候无暇顾及说 我要让波兰人自己起来反抗德国 不大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波兰人想要独立他们就其实已经酝酿力量很久了 他们也有一支独立军 结果在差不多他们看的实践是放在1944年 这一反而一次他们发现 听说他们知道了希特勒被军官暗杀 但是暗杀行动失败 但是有能够产生这种暗杀行动 就已经让他们意识到说战争可能快要结束了 就是德国人或许也已经在反抗了 那另外一方面因为苏联的军队一直过来 他们不想再一次被苏联统治 因为卡廷森林的这样子的记忆还在 所以他们想要在苏联到达之前 掀起来反抗德国 所以让他们可以有主导权 所以这个时候在差不多1940年 他发动了非常惨烈的 他真的曾经夺下华沙 就把德军赶出去过 可是后来这个时候德军从白俄罗斯调来了 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打游击战经验的部队 然后开进华沙以后就展开了大屠杀 所以这一波屠杀非常惨 就是基本上把波兰的反抗势力都几乎歼灭了 所以接下来苏联统治进来以后 就非常成功的扶植了波共 波兰共团党 因为其他的反抗力量已经奄奄一袭了 OK所以这边也讲到我们刚一开始有讲到就是 当初苏联跟这个也就是史达林跟 这个希特勒双分的政权 此消彼长此长彼消 这样相互牵引 所以最后我想这本书的作者在后头 这个最后一个章节叫做人性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的一点是 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他为什么要放进去那么多故事 因为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刚才会已经讲到那一对姐妹 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特别冷静的职务学家 满怀恐惧但是不希望怀孕的妻子担心的经济学家 某个在华沙的时候喜欢上咖啡馆的艺术家 某个中卫某个很热心的律师 某个曾经报道过什么样子的新闻的记者 因为他希望大家看到的不是只有数字 不是只有1400万人死于这块血色大地 他要讲的是其实每一个数字都有灵头 那个灵头是一个人 比方说死在犹太除沙里面的是70 在有一个地方叫做特雷布林卡这个地方 人数是78万0863人 那三个人是谁 他也想要告诉大家说 在毒气室里面 在娘子谷这个地方遇害的是 33761个犹太人 所以他要告诉大家的是 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人 如果说大家把这些人变成只是数字 那么就罪行了当初希特勒跟史达林 所犯下来泯灭人性的罪行 我想这是这本书历史学家最想告诉大家的 是是是 谢谢我们的现场来 谢谢 谢谢 OK 我喜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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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